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黄金价格是下跌的比较厉害 从1550美金直接是跌破了1500美金 跌幅超过50美金 那么目前的话我们看到了金融市场上对黄金继续上涨 还是继续下跌的看法不一致 那么我们今天之后的内容会讲到黄金走势 那么除此之外呢石油价格昨天也是轻微上涨 目前报价是冲破了58美金 在长周期里面来看的话 过去我们也提到 只要是在五年这个大的这种金融中期里面 如果是在经济复苏的初期 石油价格往往会伴随着上涨 所以呢因此石油价格在短期的三天的一个连续上涨环节中 已经是冲破了前期的阻力位 56美金目前是站在了58美金上方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的是澳洲各股方面 昨天黄金股价的普遍下跌 也给我们这个之前很多持有黄金股票的客户和投资者 带来的一丝不确定 那么之前讲到的这个两条腿走路 到底在目前的一个金融环境里面是否继续适用呢 我们看一下 最近呢是上周香港股市大幅上涨4.6%之后呢 黄金在基本面上继续上涨的动力明显不足 中美呢也重新开启了这个贸易谈判 所以呢黄金价格最大的上涨的不确定性 就来自于全球局势的一个稳定 所以呢避险情绪逐渐衰退之后呢 我们看到欧洲方面 英国脱欧也是进入了尾声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在10月31号之前 英国脱欧不会再出现其他的一些大的问题 所有的最坏的情况都已经过去了 那么黄金在基本面上继续上冲1550的短期 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了 所以呢如果是我们持有了黄金的股票还好说 我们可以在30%的跌幅之后 可以考虑适当的补一点仓或者是进场 那么在黄金期货价格上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在1480美金下方的支撑线还是比较强有力的 但是呢目前价格1500美金 这个关口已经是守不住了 除此之外呢在9月11号北京时间呢 苹果公司会发布新的苹果产品 这个呢以前都是果粉非常强大的一个推动力 是不是又要卖个肾 是不是又要去排队抢一下苹果的新型手机 但是今年的话行情不会太好 原因很简单 苹果产品呢在过去的几年 随着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各个竞争的行业 越来越激烈 尤其是安卓手机一年都要出好几个新款 那么苹果手机目前一年一次的这个新款发布会 已经说远远不能满足市场上的一个真实需求了 并且呢苹果目前更新 新的这个技术更新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那么本次新型手机出来之后呢可能70%的功能 都是和以前一样的 可能呢只有30%部分是会给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 从苹果的股价我们也可以看出 18年之前呢各大机构包括巴菲特本人 都是一直在增持苹果公司股票 但是从19年开始呢 在中国市场销售额度下滑之后呢 各大机构开始纷纷抛售苹果股票 那么GOMIS呢在目前也是可以慢慢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美股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将会上线美国股票包括苹果公司阿里巴巴等 那么苹果之后的这个将会何去何从呢 我们其实看一下小米公司就知道了 小米目前的股价从发行价到现在呢已经是腰转 目前在8块钱上下徘徊 就是因为国际投资者对于整个手机行业相对的一个不看好 目前的话我们在过去人类社会30年40年的一个周期里面 我会发现目前市场上大的金融公司也好 巨头也好主要是来自于两大行业 一个是石油类的 其实石油呢就是汽车工业时代的这个爸爸 爸爸级别的人物 那么银行呢就是地产时代的这个爸爸级别的人物 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在一个时代 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家庭个人也好 他生活中必须的必须品 那么汽车呢在过去30年之前啊 他是带动了一波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改变 那么在整个30年进程中房地产行业也是带来这样的转变 20年之前呢电脑行业带来了像戴尔公司 英特尔公司 IPM包括中国的联想等等 那么再往10年前是手机行业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彻底的革新 以及全球生产力的进步 所以呢每一次当产生了全球六七十亿人口必须的这样的产品之后 那么整个行业就会被带动 整个经济就会进入新的发展周期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啊整个社会结构已经是到了涨不动的时候 所以说经济会发现非常的缓慢啊 做生意不好做赚钱不容易赚 就是因为没有新的目前还没有新的产业结构进来刺激整个金融市场的活跃和经济的继续上涨 所以呢在老的这种行业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行业已经是出现了衰退 那么根本原因还是生产力没有发生完整的一个变革 所以呢我们啊要再继续保持着高度的紧急性 那么两条腿走路的这个策略呢在长期看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目前大家要对于股票方面跌幅30%以上的优质股票产生足够的这个注意力啊 像我本人买入了NAN ANP还有这个APS 那么APS和NAN啊 那么这个是属于科技类的 ANP呢是属于金融类的 那么都是在股价出产生暴跌之后才买入的 那么中国方面呢最近比较火的就是P2P代质康啊 是自己投这个相当于自首的啊 大概是几十个亿五十个亿到六十个亿的资产 那么这样的P2P导路呢在跑路啊在或者是倒台倒闭 在中国近几年啊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了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确实不太景气 那么中国央行也是接连降准啊 降准之后呢刺激股市的上涨 它其实呢也是进一步的刺激经济的一个活跃性 那么我认为大家买P2P的时候呢 还不如买土耳其里拉 土耳其里拉放在央行存款是20%左右的一个年回报率 所以呢啊我认为P2P跑路的概率 还是要比土耳其国家倒闭的概率要大一点 那么大家在稳定投资啊这些回报里面 还是要适当的分散一下风险啊 因为市场上还是有两类投资 一类是固定收益债券类啊 还有这种P2P或者是银行存款类 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股票原油啊 黄金等价格会有波动的一些投资产品 所以呢大家在分配的时候呢 两者都要结合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一下中国股市方面 还是有这个国庆行情目前已经是站上了3000点 不管是金融机构也好 国家队也好 那么在国庆啊 70年的一个大的盛市之前呢 啊我相信9月呢 中国会死守3000点整数大关 甚至呢有可能继续冲高 那么目前啊政策红利给大家带来的 中国股市的投资机会已经数不胜数了 所以呢大家要关注9月啊 整个中国股市或者是China50指数 包括香港恒生指数的走势 那么黄金在上周大空投啊 一波下来之后呢 带走了很多的多头机构 所以说呢在1480美金 如果大家还没有黄金或者黄金股票的话 可以考虑适当的建仓 对冲未来经济下行的风险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是大家对我们的视频 或者是活动感兴趣 啊视频下方会有报名链接 那么在9月啊 我们会在墨尔本和悉尼都有相应的活动 具体信息大家可以上网自行查阅报名 谢谢